苹果这是吃,提升消化代谢机能,二周瘦3公斤。 随助炎热的夏季到来,想换上轻薄凉爽的衣服,却在意猪身上的坠肉,但每次想到减肥,都只有挨饿,斤斤计较卡路里,以及灰汗跑步运动,还没开始就打退堂鼓。 日本现在正流行用早餐吃苹果的方式来瘦身。 苹果富含多酚、果胶等各种利于减肥的营养成分,只要保持正常饮食就有促进燃脂、排毒以及改善宿变的效果。 不仅女演员及刚利番爱用,还有人因此一个月瘦了7公斤。 苹果热量低,还含有两种膳食纤维。 日本美容网站Bitch表示,苹果的热量低,一个苹果仅有100至150卡的热量,只吃一个就有饱足感。 再加上天然的甜味与香气,能降低减重过程中想吃甜食的欲望。 此外苹果营养相当丰富,还有各种维生素、多酚、膳食纤维以及矿物质,可在有饱足感又不造成营养失调的状态下瘦身。 苹果中同时含有水溶进膳食纤维果胶以及不溶进膳食纤维纤维素,果胶能预防体内糖分和脂肪的吸收。 。 强力的粘性能吸附肠内的有害物质,一同排出体外,并和能重整肠道环境的纤维素具有相成效果,有益于减肥以及排出体内囤积毒素。 。 苹果多酚抗氧化。 抑制脂肪吸收。 。 多酚。 多酚存在于许多食物之中,而苹果的多酚是在这之中品质较高的。 苹果多酚有助强力的抗氧化效果,能预防脂质氧化,促进血液循环,预防动脉硬化等生活习惯病。 。 苹果多酚不仅有抗氧化作用,还能减少内脏脂肪,抑制脂肪吸收,并具有促进负责分解脂肪的细胞活化的效果。 。 苹果的甲含量丰富,有助于排出体内盐分,消除水肿,促进血液循环,提高新陈代谢。 。 还可平衡体内的那,确保血压正常,具有预防并改善高血压的效果。 。 。 早餐苹果瘦身法。 早餐苹果瘦身法,能够补充睡眠时间流失的水分,而苹果含有的果糖与葡萄糖,能立刻补充能量,帮助大脑和身体清醒。 。 新鲜的苹果富含酵素。 一天的开始吃苹果,能促进消化机能以及代谢机能的活化,再加上膳食纤维,也有助于排便。 。 。 每天早上吃一至两颗苹果,气嚼慢烟,能增加饱足感,可配合饮用常温的水或是无咖啡因的茶。 。 。 透过苹果瘦身法,有日本网友改善了常年素变困扰,一个月瘦了7公斤,也有人两周瘦了3公斤,以往的痘痘肌获得改善,皮肤变得漂亮。 。 。 而NHK人气陈间剧《阿浅女演员》及刚丽番,也曾透露过以苹果瘦身法来维持身材。 。 注意,可先采用一半正常主食,一半苹果的方式进行,实行过程中如有任何不适请斟酌食用。 。